三 因牵扯以弃治疗 故这种为他人灵弃治疗 会不会有因果因素在里面的 弟子认为这门学问跟问题 应该得到具得的根本上是为我们开示 希望大家都是一 生活传承 而不偏会 使治疗者同盟除了自己警惕自己 也免得误导同盟极善心 谢谢师尊为大家开示 哇 这是气功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因果 他问了会不会有因果因素 没有错 是有因果因素 都有因果因素 这个人身上的这个灵 附在他身上的这个灵 让他得到这个病 那么是跟他是有因果的 你不顾因果 拍了他以后 他也会影响到你这个帮他治的人 必须要有一种灵的力量 之间要调和 通通要调和 其中还是有一些因果在里面的 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一时也讲不清楚 所以治了人家的跟被治了的 稍微要懂得这些 但是也懂也懂不了 因为那个是无形的 那是无形的 还有些人晚上睡不好 但是经过都给他拍了以后 那个灵出去了 然后他当天晚上他就睡得很好 也有这种现象的 不过这只是一个表面上 其实这里面邪问很深的 里面还有很多的邪问 而且我们 好像我在帮人家的忙的时候 自己有时候也要修复法 也要守护自己 也要结界 有时候我去礼拜天去山庄 做护魔 超度 超度完了 我回来 哇 好多无形的跟着我回来 因为没有超度完 有些是超度不了的 他没办法被超度的 就跟我回家 也有 所以 每一次去山庄 薄薄薄的一点 我还背负着这些灵魂 那么多跟我回家 我还要一个一个打发 发不来啊 他自己每天晚上做节气 还摇着金木的佛城 一扫 一扫 虚空中滑盖降下来 带住我 然后我才能够很好 睡得很好 不受干扰 每天晚上都要做节节 这无形的我看最多了 师母也看了很多 这前几天晚上 我不是 前几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 我跟师母 我把那个车子开到外面 师母你有讲过吗 讲过给几个人听呢 车子开出来 我一看 家门口有一个包裹 有一个包裹 一大箱的包裹 我说哇 谁送那个包裹 送到我家门口 那师母也看到了 她说我下去 看看是什么包裹 师母打开车门 我再一看 那个包裹不见了 那师母要下去的时候 又看一下那个包裹 不见了 我们两个同时看到 又两个 又那个包裹 同时不见 这师母不是幻觉 她看到了 跟我看到了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包裹 我就是牛皮纸的包裹 一个箱子 放在我家门口 我看到了 师母也看到了 师母所以要下去看 但是我再一看 没有啊 只有门啊 那个包裹不见了 他一脚才踩出去而已 他回头一看 门外的包裹 也真的不见了 变魔术吗 西空在哪一个佛菩萨给我变魔术 能从事招来 真的不见了 那么大的包裹怎么会不见呢 那个包裹就像那个写着四十那个 你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四十分钟 这么大的一个包裹 在门口 我看到了 师母也看到了 他下去 要去看包裹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一看 不见了 我跟师母讲 师母一看 真的不见了 你说可能吗 好奇怪啊 变魔术一样 这个世界是魔幻世界 所以这个回答马来西亚 这个签 noto